小朋友,之前我们学会了不同的硬币 今天我们要学习一下如何辨认不同的硬币 小朋友,让我考考你们 还记不记得不同的硬币,他们的币值是什么呢? 你帮我连起他们吧! 小朋友,你们真的很聪明,全部都答对了 小朋友,那我继续考考你们 如果我给一个硬币的正面你们 你们又可不可以写回他们所属的币值给我啊? 答案就在这里,你们有没有答对呢? 小朋友,有没有发现 哪两组的硬币,如果我们不留意他们的形状 很难分得到他们出来呢? 对了,就是五蚊和一蚊 还有五蚊和一蚊 还记不记得他们的厚度是不相同啊? 可不可以告诉我哪两个硬币是最厚呢? 对了,就是十蚊和五蚊 所以我们要去辨认不同的硬币的时候 不是单靠正面来分 而还可以靠他们的大小,颜色 有时还要看他们的厚度 我们才可以分得到他们的 是时候来做一下练习了 我们来看看分不分得到他们的 是哪一种硬币 我有一个最薄的硬币 这个硬币就是 对了,就是一毫 对,一毫 我有一个币值最大 全部都是金色的硬币 这个硬币就是 没错 五号 我有一个硬币值 比一元小 而它的边是波罗文的 这个硬币是 没错 两号 我有两个硬币 它们的颜色是相同的 但是形状不一样 总值是三元 这两个硬币会是什么呢 对了 就是两元和一元 这一堂又学完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